这种的压抑 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呢 其实对我们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一个 他说明了几个事情 第一个 上帝 就是耶稣啊 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帝之后 他有无奈 让瘫痪的人重新起来 他有努力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他也不会 把他的能力安承起来 不保住 所以我就记得这个很深刻的印象 我开始每天晚上呢 我就把我的愿望 放在我的祷告里头 跟上帝说 可是你在讲 讲到这边 好像你都很难懂 可是呢 我要跟你们讲 接下来的 变化却非常没有的不一样 我还记得我一刚开始 心里头很不安定 很害怕 很胆怯 很恐惧 然后很多的怀疑 在想说接下来要怎么办 我觉得年轻的巨人跟我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努力 好像还可以考好一场考试 好像还可以进到我小小型的学校 可是现在这个巨人 远远超过我的能力 像从水从我的头上改过来 这对面临了 我在想说我可以怎么办 可是就在 当我不听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发现我可以跟上帝祷告 情况都不一样 因为我相信我的上帝 第一个他很良善 他有连连我的情况 第二 他有努力改变我的情况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我的心开始安静一下 我从问很多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谁该记得 从这样的很多的抱怨神当中 很快的我的心转变 我开始在想 我已经跟上帝祷告了 那上帝祂会怎么样的做福我 我开始注意到 祂还留了一些能力 祂放在我身上 我开始把这些能力用出来 而且开始在祝福 上帝怎么回应我的祷告 就这么样的呢 你知道幻想革命呢 就从我的心里头 从信仰的开端 开始翻转入 180度的脚链 当我只能够躺着的时候 我就还想说 我怎么又不可能坐着 我请苏神第一次把我抱起来 当我注意到下半身 是瘫痪的时候 我注意到上半身是能用的 我开始在乱念我的上半身 当每天 都有可能要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帮我穿衣 脱衣服的时候 我开始注意到说 你会有没有办法坐起来 我第一次学会穿话 当我坐着 我就在想 我又没有可能能够站着 哪怕是请老师用六根铁条 固定我一边的膝盖 再用另外六根铁条 固定另外一只脚 把我这样子 蹬起来 然后 绑上树药 很害怕的 那个感觉呢 对我而言 就像是漂浮在空中的 悠悠一样 对 可是呢 就这么样子 一点一点的进步 我想要起来走路 是因为我想要去见我的朋友 有一天呢 我就在想 哎 我叫了副靠巴士 我去了一个地方 监理所 监理所 大家小小时在做什么呢 考驾照的地方 我到了监理所 延续闯关上了三次 我拿到我的 升档车的驾照 很感谢 居住在台湾 能够改装 车子的油门煞车 连动到左手来 变成左手控制油门煞车 右手控制方向 所以当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我已经学会开车 所以这为什么我今天能够来到 你们这个地方 所以你知道吗 我就开始发现呢 从一个高 高处跌下来 如果 你看不到盼望的话 那结果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常常在第一处 中国人讲 三穷水 进一无路 后面跟什么 柳暗发明又一村 对没错 柳暗发明又一村 我们就在想说 哎 如果有人盼望 如果你有看过啊 你看得到 就像我 我完全没有挖走 可是我想要起来走 的时候 我就开始 跟我们上帝倒靠 然后我也自己开始努力 这两个力量加起来 就很不得了 我开始 慢慢慢慢的进步 能够做 也许之后会退步 可是如果我不放弃 我又会在 更紧步 到能够穿住 也许都在退步 也许很累 做不到 可是 我在想 不仅做到之前能够做的 又能够站起来 是这么样一步一步的 我发现呢 你就能够朝着光亮的地方 慢慢慢慢的靠近 也许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一个月两个月 可是呢 一年两年就不一样了 经过那一年四个月呢 我竟然有机会 在这什么脾气呢 跑步器 在跑步器上面能够走路 再过了四个月 还记得那个黑暗的房间吧 我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头 我现在穿上我自己的铁鞋 然后自己的崴障 开始在那个房间里头 行走 对我而言 和一生而言 这都是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呢 从我的胸口 到我的骨盆 开始做了那么一点点的力量 努力了两年 我想上帝呢 让神经多生长了一点点 让他能够把我的骨盆拉起来 把这位摔出去 就这样 开始一人行走路 但是更奇妙的事情 没有在这边 就停止下来 我想走路的心 还不停的 在持续的推动活动 像经过了三年 又开始发生了新的火花 让我们来欣赏这段影片 麻烦声音大声一点 让我来欣赏这段影片 让这位想起来 retranskte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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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在木月圖的那些名言一樣 就是取潮天赴小木 就是他和許多布良女子在此 相關著 重新感激希望的一大步 接著才 通常這雙有工人員 研發出國立一號 身上提供服務機器人 許超彥重新站了起來 才跨出了不可思議的步伐 希望補給自己多一點未來 許超彥和建源相約 讓更多奇蹟發生 永遠連遇自己失望 我看我們體驗是很高的 就是 如果你說看到自己有用 怎麼樣的速度 你看得到我會有速度 你會知道說 欸 這些東西很積極的地方 因為當你們想不到 就可以久了 我覺得那會很難 因為我們會知道 你覺得你之後 最可憐的那會 所以 所以 很奇妙吧 經過了三年 然後 竟然 工研院跟我碰在一起 就好像真珠撞到買茶一樣 對 然後 撞出了新的火花 連 從來沒有 被奶奶要講花灰 撞到醬油膏 那 我就覺得說 哇 很不一樣 就 我就發現說 欸 其實我這麼努力呢 就發現說 欸 真的很不一樣 竟然還能夠 哇 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竟然 還能夠有這種 博士吉而堅持 願意 來設計 機械腿 跟他們討論 那對工研院而言 他們也是超級開心的 他們發現了 有一個人 是病人 又是醫生 真是太棒了 能夠跟他討論 他們的創意 所以就有了這個 鋼鐵人醫生的封號 那 在這本書裡面 嗯 我有寫下了 這一段 怎麼從受傷 再走出來 裡面的心路歷程 也把呢 精神科 醫生的專業 核定在當中 就希望幫助更多 在苦難當中的人 也能夠呢 像我一樣 也能夠再重新站起來 那 有些人就在問我問說 欸 學醫生 那你怎麼樣的 能夠取到 取到這個水某 我說 蛤 這跟我的意外沒有關係吧 不過 好啦 為了要解交代 為什麼我能夠取到水某 蛤 我就 又要寫啊 這一本 叫超人不會飛 把我從小 的過程呢 交代得很清楚 直到受傷 他又走出來 也是希望 鼓勵大家 超人不會飛呢 很好讀的一本書 可是你會 很希望能夠 幫助你 在你現在的處境 能夠找到某名 那 呃 再 講到這邊啊 我已經講完兩點 重點了 那 不過你可能心裡頭 在想說 許醫生啊 是因為你很厲害 很努力啊 可是我又不是 這樣子 如果你是這麼想的話 其實就不太 我就要跟你講 接下來的第三個 和第四個很重要的力量 我希望你能夠看得到 有一段話 他這麼說 他講說啊 最重要的是啊 要繼續彼此深深相愛 他說 因為愛能夠遮掩 許多或錯 我們每個人啊 在人生裡頭都會犯錯 有些時候啊 錯有大有小 像我這些事情呢 你說我有沒有錯呢 當然有啊 是我自己決定要上去的嘛 對不對 當然有些時候呢 會有一些過錯 而且過錯的代價 有些時候還像我這樣子呢 是代價高啊 可是呢 這邊想到一個力量 什麼樣的力量 能夠遮蓋過錯呢 是愛的力量 能夠遮蓋過錯 怎麼說愛的力量 這不是演電影嗎 非常的寫實 我用一連串的照片 講給你聽 在我身旁啊 我就開始注意到說 為什麼我能夠有力氣 能夠走下去 其實在我身上 就是有很愛我的家人啊 我每一天 可能一剛開始 我要麻煩Susan 不暇幾十次 甚至上百次 連拿一杯水 大家能夠看到嗎 我都需要她幫我忙 剛剛又加了兩名 那其實呢 不只是Susan 包含愛我的家人 不管是我的 還是Susan的家人 這場意外呢 把我們呢 哇 顛覆了我的想法 竟然把我們 台中跟台北的家人 就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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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